好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V20的手柄调节的主要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手柄来调节我们的控制界面的操作系统 首先 我们可以通过手柄控制机关系的功率 点击功率 然后点击确认 旋转 调节手柄 调节功率下降或者上升的功能 再点击确认就可以选择功率 可以选择模式 六种模式可以任意切换调节关度以及频率 我们还可以控制我们的送司机的快码 可以调节送司机的送司速度 选好速度之后点击确认 还有我们拥有打开光闸的功能 当我们打开光闸 这时候就打开光闸了 关闭光闸了